针对基隆东岸商场重新招商争议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造成问题主要在基隆市长谢国良 建价尾商过程黑箱手段粗暴 把他全部下架也关闭联书 不回应民众的一个职位 所以才引发社会这么大的一个争议 他有反弹 林又昌也解释 之前为什么不愿意回应 主要因为谢国良是现任基隆市长 希望他能妥善处理 不要丢基隆人的脸 他现在是现任的基隆市市长 那他的所言所行做得不好 我想丢的是所有基隆人的脸 那我希望他能够好好 偶善的处理这个争议 还有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一直不愿意 公开的去戳破他的这些问题 跟四次而非的一个言论 不过说实在 我觉得他今天说的这些事情 说实在是很利益 而且整个记者会的这些内容 说实在也是自然举办 至于招指控任内刻意不将 东岸商场所有权登记市府名下 联合商回应表示 谢国良自己说 三月初可完成产权登记 证明产权登记并不是问题 同时强调 社会大众质疑的是 新的招商内容固定权利金缩水 投资金额少 却给得标厂商那么长的契约期限 明显不合理 在我的任内固定的权益金 一年就是不管这个厂商是赚钱还是赔钱 至少就是5050万 另外加上变动的权益金 但现在大家质疑的是 为什么固定权益金现在变成1500万 那是缩水 而且因为经过七八年的一个经营 过去基隆的这个东岸 是一个犯罪的援手 等于是基隆支持 现在七八年的时间已经经营成这么好的一个商店 它变成一个经营物 它一点点很好的 所以它的固定的权利金 说实在应该是要从5050万往上面加 据我们现在大家一般的估计 估计市场上估计 至少也要七八千万以上才对 怎么会缩水变成1500万 我想这个就是 这个社会上大家最质疑的 为什么这一次谢国拉姆他见价为商 然后还把这个签约的时间一搞搞20年加10年 刘昌认为如果去年谢市府已经决定不续约 就应该早一点启动产权登记 同时告知厂商要重新招商 相关问题就不会发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